有这么多的战车跟装甲车被乌军团灭 那基本上刚刚这个委员委员长 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因为有卫星 所以战场是透明到这种程度 那只有俄军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总将讲得好 这个战场对于乌军来讲是不是透明的 包括俄军在做什么 但是对俄军来讲好像是蒙着眼在打仗 特别近期的一些基战 你很明显发现俄军对于战场的状况 他的掌握度非常的差 包括最重要就是像这渡河点被毁 我估计是炮兵的火力把它整个击毁 因为能造成这样大量杀伤一定是那种重型火炮 其实航空兵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航空兵力 其实被削弱的很大 因此他是没有这个比较多的攻击机 或攻击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因此他一定是可能在无人机 或者周边有炮兵火力观测点 引导这些重炮的火力 对你渡河点展开齐袭 或者这个火力覆盖 因此把包括桥 还有渡河过去一些战甲车辆 甚至你在后方的一些部队都予以殲灭 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目前乌冬前线作战的状况 二军的部队在前进的时候几乎是盲眼状态 对他完全不晓得前方是什么状况 然后特别在渡河 渡河是不是对整个的部队行进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尤其是他渡河之前 他需要对这个渡河口周边有比较好的掌握 另外你周边可能有乌克兰的炮兵火力点 你应该也要骑马的掌握 否则你就被人家像包饺子一样一锅端了 这团面很惨 这加了三十几辆 对于二军来讲 是一个很严重的战术错误 但我们发现其实他这种战术错误 这几天不断的发生 包括我们昨天有讲的 整个补给车队被别人火力覆盖 一下就没 试想周边的乌克兰的炮兵部队 为什么二军没办法清楚的掌握 就显示 第一个可能乌军的整个卫装作业相当的良好 包括你的航空兵 你的侦察兵都没有有效发现 乌军部队相关的这个具体位置 因此让乌军能够很迅速的调整 他的炮兵火力 包括渡河点 包括补给车队 装甲重队 那在无人机的这个火力 这个修正下 那迅速的发挥 所以无人机都监控着 就二军不晓得 对 所以我必须说 我很佩服乌军近期的作战 非常的灵活 尤其是他无人机 运用的非常的好 尤其是我们知道 无人机的运用 你要很好的网络系统 这方面 我必须讲 这个马斯克的心恋 对于乌军 真是等于战力 倍增器 让你整个战场的实际的状况 能够清楚掌握 当然刚才大家讲到马力波 我必须再补充一点 近期我有看到一些 这个乌军接受访问 发现他们这种伏击小组 真的很有效 比如这个 他开民用的SUV 后面放 几门标枪 反坦克飞弹 他到伏击点 像刚才那个被击毁的 极可能就是这种伏击小组 灵活运用 运用民车的掩护 我到伏击点以后就立刻这个偷袭打了就跑 让俄军防不胜防